我和妻子结婚,当晚还没有来得及洞房花竹叶,妻子便被一通电话叫去了巴厘岛,我一个人独守空房信仰难耐,于是决定悄悄前去巴厘岛给妻子一个惊喜。 当天我预定了妻子所在的维纳尔酒店,这是当地一家出了名的星级酒店,主打的特色便是情趣房间,一路上我心愿意马,妻子沈梦娇,身材火辣性感。 结婚前秉着拒绝婚前性行为让我独自憋了好久,现在只可以看不可以吃的日子终于过了,我当即兴奋的幻想,和妻子来一段刺激的巴厘岛蜜月旅行,我急匆匆地下了飞机,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妻子,而恰巧这时,酒店管家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接通,入耳的是一段娇滴滴的女生。 你好李先生,请问你下机了吗?我在三号接机口等你哟。 待我看到三号接机口的长腿大美人,我忍不住咽下一口唾沫,这傲人的霜,风和突出的蜜桃臀,还真不愧是星级酒店接送服务都这么的给力。 李明俊先生你好,我是您的酒店小管家林妙雪,这段时间内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哟。 林妙雪化落,冲我眨了眨她那翘生生的狐狸眼,将房卡递给了我。 我忍着想晚上,她那盈盈一卧的细腰的冲动接了过来,顿时一股芳香萦绕在鼻尖,闻得我心声荡漾。 我仔细一看她递来的房卡,上面还有着一枚红艳艳的香纹,我心中已经抬头去看她的神情,却发现她神态自然,到了酒店。 我随她乘了电梯,看着楼层不断往上逐渐超过她给我的房卡所显示的楼层。 我心中略显疑惑,冥冥中和她对上一眼,却只见林妙雪对我轻轻笑了笑,走吧,李先生。 等我们停在一间房门口,她又从口袋抽出一张房卡刷开,李先生,这是你本次入住维纳尔酒店的房卡,里面的座机电话可以打通到我房间哦,如果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打电话给我哦。 话落,她看了眼我的房间意味深长地转身走了,走之前还不忘对我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我坐在预定的玫瑰情趣房内,拿着那带着香吻的房卡,不知所措。 林妙雪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冲进洗手间洗了把脸,压住自己内心的骚动,这才初次见面,她怎么可能对我一个陌生人就看对眼了呢? 我拍了拍脸,看着这道具十足的房间,不禁有期待起来,我打了个微信电话给妻子,却迟迟未接通,我看了眼窗外高悬的艳阳,感到一阵奇怪, 以妻子那工作狂魔的特性,她不可能不看消息。 好一会,就在我挂断的边缘,电话被接起,喂,老,老公。 妻子的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声音比以往也更加绵软,我心中着急,难道妻子是生病了吗? 我正准备询问,电话突然被挂断,我急得从床上坐起,难道妻子昏过去了? 毕竟她为了工作身上,确实落下不少毛病,我翻了翻聊天记录,找到她预定的房间号,意外地眼熟。 但当下想到妻子的无助,我顾不得思考,便冲了下去。 当房门被打开时,里头一片漆黑,就在我疑惑地想开口喊妻子时,突然一道温热的玲珑有致的身体贴得上来, 唇上一股柔软身压的我吐不出一句话来, 李明俊先生,你终于来了。 那道禅,年的女生一出,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人不是妻子沈梦娇。 我在黑暗中瞪大了眼,想去摸索房内的灯盏开关, 却被缠上来的女人勾得无法动弹,不开灯, 才刺激呢,我几乎是一瞬间我就知道了身上这女人是谁。 就是我的酒店管家林妙雪,难怪我说这房间号为什么十分眼熟, 突然窗户旁传来咚咚几声,我疑惑地想探头,被林妙雪又拉了回来。 他一个后推,将我推倒在酒店绵软的大床上,逐渐适应黑暗后, 我才发觉林妙雪身上已经不着一物, 雪白的肌肤占据了我全部视野,鼻尖气息相交, 他拉着我的手在他身上游,走,感受到手下柔软的肌肤, 我喉尖一紧,真是要命,结结实实握住他那对大白兔时, 我心里发痒,偏偏林妙雪还粘了上来, 李明俊先生这样还满意吗? 他故意而为之发出的声音,真是要命的妖媚, 我顿时兴奋上头,意识混乱起来, 正当我想不顾一切反扑,突然手间被什么东西给扣住了, 我拉动几下,才确定林妙雪将我一边一只手用手铐靠在了床头, 我瞬间成了被动局面,林妙雪轻轻拂了我的脸, 下一秒,我的视线被眼罩蒙住,我们晚点刺激的。 他在我耳边吐气,我只觉耳垂都发烫,突然身上一清, 他似乎是下了床,随后有拖拉东西的声音传来, 随后是轻轻地关门声,我心感疑惑,好奇地喊了句, 林妙雪,再呢,声音由远极近,突然啪的一声,他似乎将灯打开了, 我眼前的眼罩被突然拉下,我眯着眼适应着突如其来的强光, 入眼的是穿了件长T恤的林妙雪,他下摆没穿衣裤, 一双白嫩的大长腿跪坐在床上。 我醋眉看着他抱着的比他人还大的小熊玩偶, 我疑惑道,你刚刚就是去拿这个去了。 林妙雪勾着红唇笑道,怎么了?让你感到失望了? 话落他又坐在我的胯上,似有若无地摩擦着, 当发现我的一百倍蹭出片水渍时,我才恍然他下面竟然是真空的。 他这也太大胆了。 我压着那股正常男人的反应,双手无法动弹, 让我感到十分的不悦,正在此时我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林妙雪看了我一眼,坏笑着给我拿了出来按了接通,是妻子沈梦娇。 我突然心里发慌,我眼神慌忙地示意了林妙雪几次, 希望他千万别发出一点声音。 我和妻子沈梦娇,本来就是相亲网认识的, 谈了没一两个月就闪婚了。 我本就是个信息技术处理,专业毕业的一男, 平时接触的女人不多, 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大美人娇妻,我可舍不得离婚。 老公,你来巴黎岛了。 我闻言一惊,沈梦娇怎么知道的? 我来这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不愧是夫妻同心, 我上一秒才生出的疑惑, 下一秒,沈梦娇就给我解答了。 老公,我看你手机IP地址变了。 我还没来得及深思, 附下一股快, 赶直冲脑门, 我差点没忍住喊了出声, 我瞪了眼上下起伏的林妙雪,震惊不已。 这女人怎么能这么浪荡? 我瞬间没了应付妻子的心, 双手被束缚住, 就像被按在案板上的鱼, 我难受得想晃动, 又怕电话那头的妻子听见, 老公, 你不在房间吗? 我在门口等你。 妻子的话瞬间将我拉回现实。 我现在怒火中烧, 妻子的邀约正是能好好解决此事的突破口。 电话挂断, 林妙雪给我解开了手铐, 李先生, 你妻子等你呢? 他镇定的模样, 让我不知所措,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提还是不提他, 刚刚的大胆行为, 来不及磨蹭。 我连忙从床上起来, 逃出了房门, 门关上后, 我松了口气, 正准备离去, 突然看到门口粉红的地毯上, 侧边一块似乎进了水颜色格外深, 深得甚至变成了血红色, 兜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是妻子打来的电话。 我意外他今晚竟然会这么主动又积极, 想来妻子或许也是想我了, 我加快了脚步, 在电梯里遇到了一名推着垃圾车的保洁员, 他看了我一眼, 自己下了电梯, 将位置让给了我, 我脸上一热, 或许是我太过着急的模样, 连外人都看出来了, 我点头道歉, 电梯关门前, 我见那保洁员远走的背影, 突然转头, 看了我一眼。 快到房门口时, 我果然看到妻子那曼妙的身姿, 他今晚穿的一身紧绷的黑衣, 高高扎起的马尾, 干净利落, 又很有青春活力的气息, 他娇笑地冲进我的怀里, 老公, 你去哪了? 怎么才来? 沈梦娇眨巴着那双眼睛看着我, 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 我顿时被看得有点无地自容, 妻子又凑近了我几分, 一股熟悉的味道涌进鼻尖, 似乎和林妙雪房内的味道很是相似, 我的注意力又落在他身后的背包上, 老婆, 你带了什么? 沈梦娇嬉戏一笑, 拉着我示意我开门, 老公, 进去就知道了。 我顿时心脏激动地砰砰直跳, 难道妻子带了什么好玩意? 想着刚刚的那把火还没灭, 我顿时来了兴致, 带进了房门, 妻子将我推上床,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从包里拿出了东西, 别失落嘛, 老公, 我看着他拿出一台电脑, 顿时想叹口气, 突然沈梦娇靠了过来, 老公我们晚点有意思的。 我好奇地看着他, 他继续道, 老公你帮我处理几个程序问题, 处理好一个我脱件衣服, 处理好全部, 你要我怎样, 我都配合你怎么样。 我看着妻子身上就那么单薄地贴身连件套, 顿时心仰上头, 今晚的妻子乖顺地可爱, 我实在是忍不住在他胸前狠抓一把, 他娇哼地躲开, 讨厌, 老公快帮我。 沈梦娇很少撒娇, 此时我本就有火在身, 他现在一撒娇, 我更是只想赶紧把事情给他解决了, 让他这个工作狂魔能好好将心放在我身上, 好好弥补我丢失的洞房花竹叶。 我打开他出问题的几个程序, 发现都是些阻止位置跟踪, 防止信息泄漏, 隐藏信息的程序, 老公, 最近公司开发了的新产品, 为了防止对家黑进来偷盗, 上司让我改程序呢, 真是烦死了, 我一点思绪都没有。 不过还好, 我有老公, 还好我老公是这方面的高手。 我听着他在一旁不停对我夸赞, 时不时以崇拜的眼神看着我, 我内心突然无比骄傲, 老婆, 你找对人了, 我修改后的谁也破除不开。 妻子沈梦娇文言, 上来就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 我就知道我老公是最棒的。 我心里一乐, 我毕竟也是这行业闻名侠耳的高手, 终于最后一个建案下, 一切搞定, 我将目光放在了妻子沈梦娇的身上, 老婆, 忙我帮完了, 是不是该奖励我了呢? 等妻子收完电脑, 我从后头将她抱着扔上了床。 看着她红了的脸蛋, 我心情格外好, 她滴滴应了声, 乖乖地脱了衣服, 曼妙的身姿顿时让我热血沸腾, 我恰了把她的喜腰, 沈梦娇娇气地哼了声, 我心间一颤, 当即就在床头柜摸索着什么, 老公酒店的那, 没有了。 我文言手指一顿, 当即打了电话给酒店小管家, 等对面传来林妙雪的声音, 我才冷静了点, 刚刚那时还历历在目, 我突然不好意思出口, 说出我要的东西, 我知道你要什么, 已经找人送上去了。 我耳根一趟, 虽然林妙雪可能有点不正经, 但他这管家当得还是不错的, 没有十足的经验, 恐怕也猜不出, 我现在急需的东西, 电话挂断的下一秒, 门铃被按响, 我急哄哄地开了门, 门口是电梯里碰到的那名保洁员, 他将我需要的东西递给我, 冲我身后瞥了眼便走了, 老公,快点, 我刚关上门, 妻子柔软的身体就从后面抱了上来, 他带着我的手往他的大腿跟肩流连, 顿时一片泥泞, 我大脑轰得炸开, 一把将他致敷于床上, 一夜颠乱捣缝, 第二天我清醒时, 房间早已没了妻子的身影, 我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 却一不小心碰掉了东西, 我趴下去捡起来, 发现是穿石鹰表, 我将他圈在手上, 发现竟然和我手腕宽度差不多, 我心中一鸣, 难道是妻子送我的礼物, 可是这一表看着也不像新的, 又或者是妻子去鼓着电掏的, 妻子沈梦娇, 平日还是很喜欢逛鼓琢这一类饰品店的, 想到他昨晚那年人的劲, 我心里突然甜滋滋的, 或许这就是小别圣新婚吧, 只不过这一大早就不见沈梦娇身影, 我心感疑惑, 点开手机发现妻子两小时前留了眼, 老公, 我出差去了, 在巴厘岛乖乖等我回来哦, 我悠悠地叹了口气, 老婆沈梦娇哪哪都好, 就是事业心太重, 工作时间占据了一大半, 但不过转眼一想他, 昨晚给我折腾的那么惨一大早, 还要忙碌地赚钱, 我顿时又有点心疼起他来, 老婆不在, 我顿时觉得这点无聊极了, 昨晚该讨的利息也讨完了, 此时全身爽朗, 于是我打算出去走走, 打了个电话给酒店小管家林妙雪, 却发现那头无人接听, 我心感疑惑, 下去酒店找前台询问, 请问酒店小管家林妙雪今天没上班吗? 那前台小哥表情明显一愣, 随后递给我一张工作人员表, 先生,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们这没有林妙雪这个工作人员? 我闻言面色一江, 仔仔细细地将那人员表看了一遍, 发现真的没有林妙雪三个字, 怎么可能他前天还来接机了? 先生, 你记错了吧, 我们这只有一个叫顾建靴的酒店小管家, 我正疑惑之际, 那前台小哥突然左右瞟了几眼, 贴近我神神秘秘道, 这位工作人员前天晚上出事了, 话落他对我比了个摸脖子的动作, 我内心已惊, 又瞟了眼那叫顾建靴的照片, 是个和我体型相似的男人, 这男人的照片下还附上了他工作的联系方式, 我对数字格外敏感, 几乎在看到这串数字的一瞬间, 我就觉得我似乎在哪见过, 我正疑惑之际, 妻子打来了电话, 我兴奋地接我, 明俊, 谢谢你帮我, 我的任务完成了, 沈梦娇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我终于可以和他好好在巴黎岛度蜜月了, 但我还没开心几分钟, 他又叹气说道, 老公, 我还要晚点才能回来, 不要着急, 不来我补偿你呀, 就当你帮我的报答,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自从来了巴黎岛后, 妻子就变得格外的小女人, 时不时就爱宠我撒娇, 我自然是高兴的, 想着回来能得到妻子的补偿, 我瞬间覆灭了心中的不满, 回到房门口, 我竟然看到了我找了半天的人就站在那, 林妙雪今日穿得格外胆大, 抱纹紧身小皮裙, 他今日似乎特意打扮了一番格外美艳, 他看见我后扭着腰向我走来, 李明俊先生, 很不好意思呢, 我昨晚已经和酒店提出辞职了, 我感到有点惊讶, 但也没多问, 笑了笑道, 难怪打你电话打不通, 林妙雪若有所思地盯了我会儿, 盯得我脸颊发烫, 他才突然笑了两声, 李先生, 话落, 我刚打开, 房门就被他推了进去, 他跨坐在我身上, 悠悠吐气道, 临走前, 我们把那晚没做的事情都做了吧, 他似乎是这方面的老手, 没几下, 我就立马起了反应, 林妙雪看着我的反应, 脸上露出了的笑容更深, 似乎是在挑衅我, 我顿时也不忍了, 反正老婆不在, 是时候好好收拾收拾 这个豹子胆的女人, 啊, 庆典李先生, 正当我要进行下一步时, 林妙雪突然翻身压住我, 李先生, 白痴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我此时火气上头, 哪还管得了这些, 当即打断他, 你想要什么? 他正脱开我的束缚, 拿起一旁牛皮纸带拆开, 将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到, 我昨天和领导闹翻了, 你能帮我把这份辞职信, 放到前台的柜子里吗? 我意外他, 竟然只是想让我顺手递个东西, 看了眼他写的密密麻麻的辞职信, 我不免扎舌, 原来这么个大美人, 也会有这么大的怨气啊, 顺手的是,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看着林妙雪桂坐在我的大腿上, 一件件地将衣服脱下, 我心里感到激动万分, 大片雪白的肌肤, 刺激着我的感官, 眼见只剩最后的一件蕾丝打底衫, 突然林妙雪的电话响了, 他在我嘴角亲了亲, 安抚了我内心的狂躁, 起身去接了电话, 我看着他在纱窗前的曼妙剪影, 忍不住直咽口水, 林妙雪和妻子沈梦娇不一样, 林妙雪比妻子来得更加饱满, 如果是妻子是开得正好的花, 那林妙雪就像是那熟透了的桃子, 让人忍不住想去品尝一番, 想到他先前的大胆作为, 我怀心思新起, 悄声走到他的身后, 正当我要从后头拍他时, 林妙雪迅速察觉到紧张地退了开, 不知道是不是我唤听, 我竟然从电话那头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见他还在通话, 我退回了原位, 拿起手机开始玩, 一不小心摁到了视频录制模式, 还没来得及关掉, 就被接完电话的林妙雪一把扑倒, 手机也因此掉到了床下, 这次林妙雪毫不犹豫地就扯下那蕾丝, 扶着我的腰坐了下午, 我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抹了半边身, 林妙雪的主动顿时取悦了我, 也激发了我的好胜心, 我一把抢回主攻拳, 酣畅淋漓完, 林妙雪靠在我身上道, 说话算话啊, 我给你的那牛皮纸袋, 记得帮我递过去, 不然那个上司又要叽叽歪歪, 我点点头, 仍念念不舍地揉搓着他那对婚圆, 脑子里还想着, 刚刚那激烈的场景, 那是妻子身上体会不到的激, 请, 一想到以后, 很难有这样的感觉, 我顿时有些颓败, 你辞职打算去哪? 他当着我的面, 穿上一件件衣服, 冲我笑得妖媚, 怎么, 李先生舍不得我, 我不知可否, 林妙雪哼笑了声, 踹了我一脚, 我被他踹得转过身背对着他, 只听他说, 我要回国找工作去了, 话落, 他干净利落地收拾完东西, 向我挥挥手走了, 就像阵风似的来得快去的也快, 不过这样也好, 妻子过几天也要回来了, 我洗了个澡准备去吃饭, 才想起手机掉到了床底下, 看着那一个小时左右到视频录制, 我心里突然发痒, 既然以后可能也见不到林妙雪了, 那这段全程黑屏的视频, 就当做个念想吧, 但是所在手机又太危险了, 万一妻子查手机发现了就糟糕了, 我将那视频导入我自己加密的网盘里, 拿起了那放在床头柜上的牛皮纸袋, 那风口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被林妙雪封好了, 我按他的话, 将牛皮纸袋放到了前台的柜子里, 就去吃饭了, 转脚离开酒店大门前, 余光友瞥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那个酒店保洁员, 他的视线和我对视了一眼, 便推着保洁车, 继续打扫卫生去了, 晚上回酒店进过前台时, 我还特意看了一眼, 那原本放着牛皮纸袋的柜子, 如今空空如也, 我心也算落了下来, 毕竟答应别人的事情, 还是要做到, 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空气里还弥漫着那股鸡, 情然确的味道, 我不免又寂寞难耐起来, 我索性打了个电话给妻子, 可那头迟迟未接通, 我一脸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显示无人接听的状态, 今天耗了大半天的精力, 在林妙雪身上, 突然间疲惫感爬满了全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间, 我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 随着一声巨响, 我瞬间被惊醒,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来人摁在了床上, 手上迅速被铐上引手铐, 我看着冲进来一屋子的警察, 被这阵势下了个措手不及, 我一脸蒙逼看着现在的场面, 我一个活到现在老是本分的热心公民, 从不敢做任何越界犯法的事情, 为什么警察叔叔会突然找上我, 似乎是看出来我的疑惑, 为首的那名年纪较大, 威严十足的老警官, 簇着眉对我说道, 李明俊是吧, 你涉嫌一起故意杀人罪, 和诈骗合伙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 被带到局子里后, 一束白光打在我头上, 面前除了刚刚那位年纪较大的老警官, 又多了一个相对年轻的警察。 但气场丝毫不逊色那老警官, 他凌厉的眼神看着我, 将一张照片递给我道, 这人你认识吧。 我看着上面的人瞪大了眼, 这不就是那个酒店管理员顾剑靴? 突然我脑子闪过那前台小哥所说的话, 这个叫顾剑靴的男人似乎是出事了, 难道警察叔叔是因为这件事找上我的, 我瞬间心安了下来, 这件事本就和我没有关系, 于是我大胆地点了头, 那年轻的警官立声问道, 被害人被杀害时, 你在做什么? 随后那名年纪较大的老警官, 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时间点, 我本还觉得没什么不好说出口的话, 顿时如梗在喉, 这叫顾剑靴的男人被杀害的晚上我正在林妙雪的房间, 一想到当晚的情景我顿时说不出口, 万一被我妻子沈梦娇知道了, 那就真的完了, 我一时间无话可说, 只能直白道, 警察叔叔, 那天晚上我真没做什么, 我那叫顾剑靴的男人都没见过。 我话刚落, 那年轻警官就突然动了气, 他历声赤道, 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包庇同党吗? 同党? 什么同党? 我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我本来就没干, 哪来的同党? 警察叔叔, 这是不是我干的我哪来的同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不懂吗? 那年轻警官怒气正望, 我被吓得不敢吭声, 而这时, 一旁的老警官安抚了那年轻警官, 又从电脑上调出了几个监控画面, 监控画面显示的是林妙雪房间所在楼层的楼道, 我本浩然正气的心, 在看到那监控后, 瞬间落了空, 在我敲响林妙雪房间门前, 气质沈梦娇, 竟然和林妙雪一同进了房间, 我心感诧异, 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脑海里突然闪过, 我在国内妻子发来的酒店定位, 原来妻子真的住在那房间, 那为什么妻子不和我说呢? 脑海里突然又闪过, 我和林妙雪办完那事, 她接电话时, 突然冒出的妻子声音, 为什么他们俩认识的是每一个人告诉我? 我还陷入疑惑中,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彻底傻了眼, 监控画面显示, 不久后, 顾剑靴便敲响了门, 随后被房间里面的人拽了进去, 后面进了林妙雪房间的人便是我, 那名老警官指着监控画面质问我说道, 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 你们进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如实招来? 我在心里徘徊着, 当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难以启齿, 那年轻警官加快了监控播放速度, 我心里也纳闷, 明明当时进了屋子确实是没人, 不对, 我突然心慌了一下, 当时我进屋时灯分明是关着的, 难道当时妻子沈梦娇和顾剑靴就躲在暗处, 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画面, 果然直到我出了房间后, 中途除了收拾卫生的酒店保洁, 推着保洁车进了屋子, 就没任何人进去过, 你还是想包庇同伙吗? 那老警官严厉的声音, 惊得我浑身一颤, 现在所有画面都指向我和他们是一伙的, 可分明我什么也没干, 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如果按监控画面所示, 那当时屋子里怎么会没人呢?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监控, 突然我注意力落在了那名酒店保洁员身上, 实在是太眼熟了, 我似乎和他在酒店电梯遇见过, 也在酒店大堂对视过一眼, 我的视线落在那辆保洁车上, 看着下方巨大的储存空间, 我浑身一惊, 脑海里突然闪过当时在林妙雪房间抹黑听到的拖拉东西的声音, 已经出来房间那一抹深了一块颜色的地毯, 难道那保洁车是拿来藏人的? 而那深了块颜色的地毯, 分明不是水造成的, 而是血。 这想法一出, 我浑身汗毛倒数, 我一五一十地将我进了屋子所作所为, 都告诉了警察, 并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他们, 因为此事件是华人遇害, 派来了不少华人警力, 目的就是为了联合破解这道案件, 还遇害家庭清白, 老警官当即派人去酒店找我所说的那块地毯, 很快进行与死者顾剑靴的血液比对, 结果和我的猜想没错, 那些便是顾剑靴的, 一想到, 我竟然在凶杀现场, 差点遇先遇死, 我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本以为我的嫌疑也洗清了, 谁知那警方又调出来了一个监控画面, 是林妙雪来我房间, 找我已经我去大厅放牛皮纸袋的画面, 你可知那牛皮纸袋里的东西是什么? 你又为什么要帮他办事? 那年轻警官簇眉看着我, 我再不敢像刚刚那样有所犹豫, 立马将事实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谁知下一秒, 那老警官轻笑了声, 辞职信, 那分明就是从受害人身上套取的财产, 和这所酒店所有人的信息, 话落, 他们似乎想让我心服口服, 将那牛皮纸袋放在桌上, 我眼睛刷得瞪大了, 里面还真不是林妙雪所说的辞职信, 可当时他分明拆开给我看过, 我仔细回忆当时的画面, 不对, 当时有一段时间, 那信是消失在我视野的, 那便是当时林妙雪踹了我一脚, 我背对他的时候, 想到后来莫名其妙上了风的牛皮纸袋, 我恍然大悟, 难道林妙雪就是在那时候掉包了? 警察叔叔, 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要和这个酒店保洁员, 以这样的方式交点信息? 我看着监控画面里, 在我走后, 出来拿走牛皮纸袋的酒店保洁员, 顿时哑口无言,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警官严厉的声音让我心里发慌, 到这时我才发现, 这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急得冒冷汗, 一时间真拿不出有力证据, 毕竟画面监控还显示, 我扭头和那酒店保洁员对视了一眼, 我不禁心感愤懑, 原来我从史之中都落入了圈套, 我紧张地搓手, 努力回忆林妙雪进了屋子后的一举一动, 我突然灵光一闪, 我当时手机掉到床底下录了全程, 我当即和警官坦白我有办法让自己摆脱嫌疑, 他们将我的电脑拿来, 我一顿操作, 将视频给他们看, 到中间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使我两家发烫, 当时我失控什么言论都说了出来, 这回听起来就连我自己都感到羞耻, 但转眼去看各位警官的神奇, 却发现他们格外严肃, 很是敬业地边听边做笔录, 等他们听完, 警官的脸色似乎缓和了不少, 我也跟着心安不少, 这下总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 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 审讯室的门被人推开, 一个操控着电脑的警官神色慌张, 犯罪嫌疑人的地址, 被一个代号外的人物隐藏了, 我一听顿时傻了眼, 那代号外就是我, 我平时在公司程序做顺手, 习惯性在代码里留了自己的足迹,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又查到了我身上, 李明俊, 你身上还真是惊喜, 借着一个又一个, 看着那老警官又对我不少猜疑, 我心里崩溃无比,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隐藏踪迹, 我连连摇头, 我试图打电话给妻子, 让他为我证明清白, 可对面却显示是空耗, 这一瞬间, 我甚至觉得自己彻底完了, 这莫名其妙的罪名, 就要被我给背了, 可也就在此时, 我看到一名警察手上戴着的石英表, 突然如梦初醒, 妻子来我房间当天, 落下了一块石英表, 我当时以为是沈梦娇去古卓店买来送我的, 现在一想, 只觉得脖子一凉, 想起那和我一个成年男人, 同样宽度的表带环度,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祥的猜测, 那石英表, 或许就是沈梦娇分从顾剑靴手上顺下来的吧, 我当即和警官说出了这点猜测, 他们办事特别利索, 很快就从那块石英表, 发现了顾剑靴的指纹, 但我还是低估了沈梦娇的办事谨慎度, 那老警官对我继续说道, 那上头除了受害者指纹外, 就只剩你的指纹了, 剑警官依旧对我抱有嫌疑, 我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瞬间破灭, 我心如刀脚, 实在想不到平日里体贴的妻子沈梦娇和他们竟然是一伙的, 一同窜起来欺骗我, 利用我的, 那老警察将林妙雪和沈梦娇的身份告诉我后, 我顿时傻了眼, 没想当普普通通的妻子身后, 竟然藏着这样一个狠毒的身份, 我也才后之后觉到自己陷入了多么可怕的骗局, 犯下了多可怕的错误, 我无力反驳, 内心对妻子沈梦娇更是生满了怨恨, 难怪我说, 为什么她突然性情大变, 对我这般百依百顺, 原来都是为了利用我, 我一怒之下破开了自己教她隐藏的踪迹方法, 警方很快去抓捕, 可我还是小瞧了他们背后的势力, 此次抓捕, 只抓到了那名酒店保洁员, 在严刑拷打下, 他才如实招来, 说出了他和林妙雪和沈梦娇之间的够大, 事实和我猜想的没错, 当时已经被杀害的顾剑靴和沈梦娇, 就是藏在了那保洁车厢内, 然后再由他送出了房间, 后面将尸体拿去烧了, 他也承认了, 是受了林妙雪和沈梦娇之托去拿的牛皮纸袋,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警方制造幕后之手, 是我的错觉, 想将一口大锅严严实实盖牢在我身上, 在后来通过他有力的口供, 警方联合当地警力一同在码头拦下了准备换船逃离的林妙雪和沈梦娇, 一开始林妙雪还一口咬定我是幕后之手, 说我侵犯了他, 还让人检查他下体残留的我的精, 耶, 我盯着一言不发的妻子, 心里只觉得失望至极, 本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是命中注定的爱情, 结果却是差点要了我命的嗜血孽缘, 我气得红了眼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欺骗我? 沈梦娇只低垂着头, 一言不发, 警方被林妙雪吵得不行, 因他要求做了体内经, 叶比对确实是我的, 但是无论他如何闹, 我有那段视频作证事, 你请我愿的事, 林妙雪想给我盖着莫须有的罪名, 也没有办法了, 一切证据确凿, 就差沈梦娇亲口说出我替他改程序的原因, 我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被警方安排到了另一个房间冷静, 我从来没觉得如此煎熬过, 一旦背上暗底, 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但庆幸的是, 老天开眼, 沈梦娇最后还是坦白了事实, 我的嫌疑喜清, 而得知一切的我, 却内心赌得慌, 原来沈梦娇和林妙雪一开始接近, 我就是有原因的, 他真实身份是地下赌房的二把手, 而顾剑靴因为被骗去输得倾家荡产, 甚至背负了一身债, 因为换不起而逃离道者, 他起初安排相亲接近, 我就是看中了我手中的钱, 为了骗我去刷业绩, 他本打算对我进行和骗取顾剑靴同样的方式, 骗婚来让我进入深渊, 却不想被组织叫去了巴厘岛解决后患, 于是他才会新婚当夜, 匆匆忙忙赶来巴厘岛和林妙雪街头, 而妻子之所以知道我来了巴厘岛, 并不是他口中所说的我的IP位置有了变化, 相反后来冷静下来我才想到自己IP位置, 早被我自己隐藏了, 他们之所以会知道, 是因为控制了顾剑靴后发现了他手机内, 我和他的街机联系内容, 于是林妙雪充当了他酒店小管家的身份, 前来迎接我, 为了掩人耳目, 当晚因为顾剑靴还不起债的原因, 他们决定将其杀害挖他的器官去卖, 而我的出现却打断了他们计划的实行, 于是林妙雪暗中拖住我, 而沈梦娇暗中转移了受害人, 和我结婚后, 沈梦娇知道我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天分, 于是来请叫我帮忙, 为了给后面的跑路做准备, 而后面的牛皮纸带, 也是为了将所有嫌疑引到我身上, 为他们逃离争取时间, 警方抓住苗头迅速搜查, 竟发现他们已经是老惯犯了, 专门用骗婚这一套来将对方慢慢带入地下赌市, 先是输得倾家荡产, 再来便是掏心掏肺, 一切水落石出, 顾剑靴的器官已经被迈入地下市场, 而警察和当地警力借此案件, 将他们背后的势力一锅端了, 彻底洗经嫌疑后, 我和沈梦娇离了婚, 而他们因为故意杀人罪和判卖器官罪, 被判了死刑, 走出警局时, 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 一切终于结束了, 实在是有惊无险, 老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还真是傻人有傻福, 我安抚着受了惊吓的小心脏, 笑着道, 那我还真是福大命大, 还好那次手机掉下了床底, 有了这段帮了我大忙的视频录音, 让我摆脱了嫌疑, 还好老天开眼, 让沈梦娇没来得及对我下手, 我也因此逃过一劫, 不至于沦落到顾剑靴的地步, 老警官点头, 年轻小伙子, 天下不会掉馅饼, 回去后好好给身边人普及普及防骗意识啊, 我连忙点头, 大步朝着阳光所在之处走去, 想必有了这次一招被蛇咬, 我也得十年怕警绳了, 而且老警官说的没错,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吃了一次这老婆饼的亏, 我可不敢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